11月2日,也就是大选的前一天,白宫国安会在官网上发布了题为《特朗普总统中国政策、美国优先的政策文件》,文件汇总了特朗普、彭斯以及高级幕僚今年来的中国政策演讲,白宫称,这份文件堪比冷战前的凯南的长电报。 白宫称,数十年来,特朗普是少数几个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对美国经济政治生活威胁之本质的美国精英之一。 现在,在特朗普总统的带领下,美国正在采取措施保护我们的国家及其伙伴,我们不再漠视中国的行为或隐藏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 这些系列演讲包括彭斯2018年发表的演讲,特朗普在第7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的演讲,以及国安顾问奥布莱恩,FBI局长克里斯托夫·雷,司法部长巴尔和国务卿蓬佩奥于今年夏天发表的系列演讲。 白宫引述特朗普今年5月的演讲称,美国想要的美中关系是开放、建设性的,但这需要我们积极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 另外,白宫还称,汇编的这些演讲与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1946年发的《长电报》类似,但是有两点不同。 一是《长电报》系由美国在地外交官撰写,而这一汇编则来自总统及其高级幕僚的演讲。 二是鉴于中国的人口规模、经济实力和历史性的全球野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竞争力超过前苏联的鼎盛时期。 1946年,美国驻苏联临时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内发了一封数千字的电报,详述对苏政策建议,被认为对美国冷战期间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